調整一下把這個phine的地方把它剪下來 利用什麼呢? 前面用過的那個最近使用過if if條件的話 如果is這個地方的話呢 那我們怎麼判斷它裡面的值的錯誤呢? 前面好像有講過說 可以利用一個其他函數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is error 有一個函數叫is error 所以這邊的話你們找一下 這裡的話我把它切換到這個is 打一個is error 往下找 那特別注意這邊有兩個有沒有 特別注意一個是is aer有沒有 那一個是eror 那哪一個才對? 特別注意哦 err跟eror其實差別在這個啦 能不能判斷這個錯誤而已 那兩個都能不能判斷出value的錯誤呢? 兩個都可以 所以其實你用這個 或用下面這個 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那我用is error好了 如果說呢 它產生錯誤 它產生錯誤的話呢 這個地方 我就把這個地方貼上去 把剛剛剪下來的find test的地方 如果呢 它找的時候呢 沒找到就會產生錯誤對不對? 給它判斷 按確定 再切回來 因為if還沒結束哦 如果我說呢 這個切換到if裡面有沒有 如果說呢 這個地方 假如說is error 就表示說呢 沒有嘛 給它0 因為會產生錯誤是因為找不到 如果呢 沒有錯誤的話呢 表示說有找到 那就給它1 也就是說 如果裡面這個數字呢 在裡面沒找到 就0分 如果有找到的話 那就是1分 好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0分有沒有 往下填滿 那我們其他 這6個數字呢 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去找到 怎麼這麼剛好 全部都沒中 全部都沒中 所以全部都0了 我再換一個號碼好了嗎 這地方 嗯 所以你先回到